可能就變成正妹了 所以我們今天呢 就是要來跟大家分享 這些勵志的故事 那就還好 因為還有另外一種反面 叫小時寥寥 大魏必佳 對 因為有一些小時候很可愛喔 長大就沒那麼可愛 響君小時必定寥寥 被你搶掉 搶走了 我跟你講我小時候是可愛的 好不好 真的 我說響君小時必定寥寥嘛 對 我以前我在國中的時候 你知道那時候我同學 都覺得我長得像造琴 你知道嗎 蛤 你知道造琴真的嗎 OK fine 不是很重要 OK 反正就是這樣子 OK 吉田龍座你知道了吧 我在大學的時候 還被人家這樣講 不是 我的補照片給你們看 我以前是瘦的 OK 辣豆啊 但是還是有圖有真相 我們期待你小時候的照片喔 而今天我們找來了 三位自認眼光極佳的男藝人 來到節目中 一起來討論與分享 他們三位到底自己長怎樣 因為瑪莉歐 我們沒有很配喔 你小時候長怎樣 為什麼 因為你就長這樣不是嗎 沒有 我小時候還滿可愛的 你是 我小時候 還是聊聊行的嗎 對 我一直懷疑為什麼 我長大會變成這個樣子 你小時候有可愛嗎 有可愛 我有帶照片來 來… 瑪莉歐 你長大算是長好了 蛤 沒有 美人姐 我小時候算是可愛的 你仔細看一下可愛的 還不是那張車禍 就是小朋友的臉啊 對啊 可愛的喔 哪有 有 是 欸 拉松一下 這件是最可愛的一張了嗎 沒有 這個是最普通的 還有更可愛的 但是沒有PO上來 在這邊 覺得哪有 這張還算滿端正 對啊 這張還可以 可愛啊 是可愛的 這個還好吧 不錯吧 這個 這個可愛 這更小的時候 大概一歲多的時候 你現在是長好了耶 沒有沒有 我覺得我小時候比較可愛 沒有啦 我覺得 你現在其實說是OK端正 真的嗎 真的 但是 陳德烈你現在是帥的 小時候 謝謝 小時候真的是 等一下 你先不要翻 你小時候 或者說你以前有 在變天鵝之前 你有 因為你的長相 長到人情冷暖嗎 非常 因為我以前的外號 就叫 我那個時候 最胖到90 哇 40一腰 洗澡的時候 往下看 只有看到 沿滾滾的肚子 其他都看 有時候水淋下來 都滴不到下面 就是洗澡的時候 要翻一下 要翻那個肚皮 非常非常的胖 我有一次 就是我 對一個很幸運的女孩子 早上的時候 她來學校上課之前 我放到她籌體裡面 就是寫一些 比如說我喜歡她 希望可以在更好一點 這樣子 中午之後會放飯 其他的同學就已經拿著那張 情書 開始在大聲唸出來 在傳閱這樣 已經被當笑柄 很受傷 對 就是你不喜歡我 沒有關係 不要傷害你 為什麼要踐踏我 拜拜 這太合理了 這太 這就是滿合理的 是 你 這樣子你給那個女孩子 卡片 她會覺得你侮辱她 因為你看起來就很像會霸凌她的那種 我們也有喜歡人的權利 這個好猛 對不對 這張照片 你這樣 這樣多恐怖 這張還OK 這張還算可愛一點 剛剛那張 剛剛那張真的是有點 有點像 那張 肥貓流浪劑啦 陳德烈 你真的這麼胖過 我真的這麼胖過 是真的 而且都瘦 就是我覺得瘦下來 跟胖的時候會是兩個人 天啊 你怎麼可以瘦成這樣 運動 真的不二法門是運動 然後還有 堅定的信念 因為被拒絕了 哇 你真的轉變太大 所以當初拒絕 你的女生現在看到你長這樣 恨死 我跟你講 暑假回來瘦了對不對 對 我們上學 三個上學的 到課堂上第一件事情 是沒有人認出我們 真的沒有人認出我們 覺得有點像 但是有差別很大 好神奇的故事 然後呢 是真的 他說陳德烈勒 老師都會問陳德烈勒 然後我們 陳德烈勒 摸摸摸摸摸 我們三個就舉手 我們就是啊 怎麼變那麼多 因為我們瘦下來 同學是女孩子 是抱你那種 然後他們在回想 以前就是兩個月前 那三個胖子呢 還在看我們 那個就已經改觀了 真的 開始就是 我們開始早上有早餐 那你就大聲唸出來啊 我們開始早上有早餐了 對啊 真厲害了 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唸出來這麼那個 我們直接撕掉 班傑是會醜到哪裡 對啊 你 我是 我小鴨子變天鵝 不是因為我的長相有變 而是因為我的 就是原本在美國的時候呢 其實很多女生 她們喜歡那種白人 然後 肌肉很壯 打球啊什麼的 所以我在那邊的時候 我就是所謂的小鴨子 是 結果我到台灣之後呢 我就變所謂的天鵝 這是我剛高台的 你怎麼都拿那麼帥的照片出來啊 你拿一個帥的 你這樣他們 對啊 我們這樣 但是我小的時候過得跟你們一樣啊 就是說因為我在美國 所以他們就覺得說 我長得醜啊 所以那個心情你大概能體會 我知道了 但是因為這就是審美觀嘛 台灣的女生的審美觀 就覺得這個混血的臉孔 她們就比較喜歡 那在美國就不喜歡了 所以我在這邊的時候 我就女生主動要聯絡我 我就覺得 這是幹嘛的 包括我第一次去那個酒吧的時候 我已經習慣在美國 我的行情是差的 所以我想說 我找一個妹 我覺得這個妹夠醜了 我就跟她啦 她那麼醜 我懂這種心情 我懂 因為我習慣了 我覺得我的行情就是這樣嘛 菜不能吃太好 對 然後我就買啤酒嘛 然後跟那個台灣的女生 就來…我請你喝一杯 那個女生嚇到 她說 什麼是你跟我買一杯 不可以 不可以 我不敢 我不敢 然後我就變得非常難過 我就連這樣子等級 都不喜歡我 怎麼辦 後來才知道 她是覺得我太帥了 她怕掉了 Too good too be true 對 什麼意思這樣那個心情你懂 去爸裡面找最醜的 不是 就是因為我們 我們自己也不是帥的啊 所以我們以前就是 剛開始出道的時候 尤其是我們是一種 矮矮的男生你知道 其實我們以前去外面 去外面認識什麼 就是有女生的時候 其實我們 真的不敢看最漂亮的 一定是從後面慢慢看過來說 哪一個看起來人比較好 願意跟我們聊天 還有這樣子 我們直接找那種最漂亮 一定都是那種帥的高的 就是他們聊去 那我們那人就是慢慢慢慢說 這看起來應該 她個性應該可以 然後我們才能跟他們聊天 所以你們在判斷的時候 這比較有機會對不對 對 就至少她 至少你不會被打槍 因為那種美女的時候 她們在打槍的一個眼神 她翻一個小白眼就覺得 很痛 很痛 舉例 小姐請問 她就這樣 哦 就這樣 她們有時候根本就是 因為女生比較高 根本就沒有看到你 你知道這樣 哦 所以忽視你 忽視 真的 那有沒有遇過那種 你當初看她覺得 她真的還滿醜的 結果沒想到後來 變那麼漂亮 你很後悔的 這一定有啊 我來台灣之後 我這個 台灣的審美觀就豪到 我變了一個偶像團體 裡面的一個成員 所以呢我們很多粉絲會跟嘛 但是粉絲通常也不是 這麼漂亮嘛 那可能是 國中生啊 你怎麼畫好直接啊 他國中生可能還不懂得打扮啊 什麼 那其實我們這個南海團體 解散之後過了幾年 有一個粉絲說 好多年沒有見你 想說我們有一個粉絲會 好不好 我們只要幾個 就是以前比較常跟 然後出來吃個飯 然後說那好啊 因為這麼久沒有看到 我就OK了 結果出來哇 怎麼那麼漂亮 而且他如果瘦下來之後 他的痘痘都沒了 你都覺得說 真的變漂亮 就是 完全是180度 都從學生時代 女生真的可以變很多 都是學生 像我是國光益校的 我們國光益校 我們一個班60個人 男生只有10個人 我們男孩子一定會跟女孩子 同班女孩子一定會交往嘛 然後等到我們生二年級 我們就會把一年級的嘛 後來現在出社會了 已經過了十幾年二十幾年了 後來我們在臉書上面 我們看到比較正的一定會很正 或者是按讚 然後一直把它按讚 然後他就會說謝謝 然後他會回我說 那我就覺得說 很不好意思 好像我們很變的 突然間變得很豬哥 不可能啊 因為漏掉的馬上 沒有說沙無色 大概是1比5嘛 可是 太多了 然後我們去參加校友會 也有更多的學弟學妹了 那他們就是我們可能 沒有辦法注意到每一個學妹 那個時候都不會化妝嘛 穿著校服 現在長大成熟都很正 很辣的 所以我想說奇怪 怎麼我當初三年級的時候 我沒有注意到這個學妹了 很多 這個狀況太多了 好 那我們今天呢 很勵志喔 今天呢就是包含我啦 因為我們現在都不知道 我們對面這邊有四位 這個他們小時候的照片 是 是個醜小鴨 那聽說裡面其中有三位 成功的從醜小鴨 退變成天鵝 但是有一位呢 是從醜小鴨變成 蛤 所以我們大家要就這個照片 來 我們來選 然後看誰哪一位 好 總之呢先看這個照片 你覺得最有潛力 變天鵝的是哪一個 我個人我覺得1號 我也覺得 我也覺得 因為1號那個輪廓皮膚 怎麼都是好的 那我覺得如果4號 他真的成功變天鵝的話 4號 對 我真的覺得 我覺得4號機率小一點 你把那張圖吃掉了好不好 因為椅子我們很貴 而且也吃掉一顆 我們就會少掉 然後2號其實也有機會 因為2號那個感覺上很難 其實就是3號比較危險 3號也有點危險 3號比較危險 好啦 見到本村之前 先說明一下規則 是 我們等一下呢 就是我們會拿 我們等一下就猜拳 男生猜拳 然後最贏的優先選擇 想要見面的美女 然後每一位美女出場前 你們要拿個羽毛 一個羽毛 然後就跟她說話 然後你要閉著眼睛等待 對 OK 感覺 為什麼拿羽毛 因為這是天鵝的羽毛 我們就閉著眼睛說 請問這是你釣的羽毛嗎 然後眼睛打開來 把羽毛送給她 然後把羽毛送給她